大家好,我是阿安浩 有一位家长留言告诉我 他家的孩子每天都要吃雪糕 想让我放大一下雪糕 看看到底能不能多吃 应这位家长的要求 现在我们已经取缘完毕了 接下来通过显微镜放大800倍 雪糕是以水、牛乳、奶油、糖等主要原料 雪糕的脂肪含量很高 经常吃雪糕会导致营养缺乏 胆固醇增高 时间久了还会损坏牙齿 雪糕的温度一般在零度左右 我们人体的正常体温是37度 如此悬殊的温差对人体胃肠道刺激很大 如果吃雪糕过量 会削弱胃粘膜保护屏障 偶尔吃一个雪糕解个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孕妇不适宜吃雪糕 这条视频建议大家保存收藏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